这是有一家泰式料理餐厅被闯空门 小偷的理由是太爱喝泰式奶茶了 所以闯进去呢来享受这个回甘滋味 只是雾处紧邻 狼狈被抓 江西男子在围墙跳上跳下 量好距离后一个跳跃姿势 翻墙潜入泰式餐厅行窃 只见餐厅里伸手不见五指 他打开手机灯光照明 看到柜台收影机竟然视而不见 反而在冰箱前听了下来 他是表示说他相当的饥渴 然后看到奶茶就非常的渴很想喝 就直接把它拿出来直接整瓶喝掉 找了老半天竟然是对泰式餐厅的泰式奶茶情有独钟 原来嫌犯曾来到这家泰式料理店用餐 对泰式奶茶念念不忘 想要重拾当初口中的甘甜滋味 闯店家偷喝不说 还因为太热把餐厅当自己家 应该是店内没有开冷气空调 他很热啦 他偷了一条餐巾 有帮自己随身身体整个都擦过一下 警方在他身上发现餐厅的捉襟 罪证确凿 嫌犯想赖也赖不掉 就为喝一口奶茶 泰式餐厅老顾客大胆闯入餐厅行窃 进了警局后 这回得从可口的泰式料理变成饶饭 实在不值得 记者陈佑斌 叶志玄黄国城 新北市采访报道